询文探古 带你探索中华文化显为人知的一面 我是主持人 雪奇 自古以来 死亡对人们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 然而和死亡有关的事物和行业 人们都会避开不谈 尤其是用来安葬死者的棺材 和祭拜他们的纸扎品 今天就让我们随着询文探古的脚步 一起去揭开棺材和纸扎品的神秘面纱 棺材其实有很多种名称 我们可以称它为寿方 十大块 四块半 以及老房等 那么制作棺材的墓也有柳木 栏木 及铜木等 那么在一些宗教领袖以及政治人物逝世之后 他们会以水晶关来下降他们工人沾染 今天我们跟随到了徐门探古的脚步 来到了斗现代秀版店 一起来探索这稀有及独特的梅花棺 华人的传统棺材是以烟织木制成的梅花棺为主 但在古时代 有能力使用梅花棺下降的 往往只有富贵人家或者高官达人 那么在我身边是比较少见到稀有的梅花棺 那么我也很荣幸请到的安哥来为我们介绍 关于这个梅花棺 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是有什么作用吗 这个红变 这个红变是代表一个烧的鱼来 因为这个是烧的鱼 我们在鱼的鱼都要放一层 到时候有这个冠叉 我们把鱼的鱼的鱼的鱼 鱼的鱼的鱼 为什么要这样分为三层 因为这个鱼的鱼的鱼 鱼的鱼的鱼 鱼的鱼的鱼 鱼的鱼鱼鱼的鱼 就是三层 好 然后这边的鱼鱼的鱼的鱼鱼 我们在鱼鱼的鱼鱼的鱼鱼 鱼鱼鱼的鱼鱼鱼的鱼鱼 这样现在有什么人会用这个 有的鱼鱼的鱼鱼 是隆重是说 有的中国人爱用这种鱼鱼 是老婆的老人有交代说 爱用中国鱼鱼鱼 他也用按摩班就丢了 年轻人不会用是吗 然后是少年也用 是老婆的中国人做团的鱼鱼 然后是爱用那种鱼鱼 这样它这个外形啦 跟以前的梅花冠 现在的梅花冠有什么不一样 它是小的 它是本大乎四乎而已 那它通常有什么塞 它是而是南业 南业去巴头鱼鱼鱼咯 水垂 那么在使用梅花冠的时候 它有什么蛮当的地方吗 它是没参当 特别正要理解 修了去观察里面 有这样是一个含去 有这样的沙去 想去哪里看得到会很惊 因为这种观察里 它变得很强 那么你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 我做这个生意是 已经52年了 因为我这个生意是 我做官团来的生意 那么那个梅花冠在本地畅销吗 本地的今年里面 可以差不多有百分之五年了 那么在从事这一个棺材的行业 就很多是吗 对 观察里面很多 那时候做成的 梅花冠 那么在近几年来 还有人使用梅花冠吗 就跟以前相比 以前的人有用的 马路的人 常说是用年轻的头脑 那时候要化妆 不要土妆的东西做的 因为土妆的马路的北断 会很厉害的 还要做洪水 就很厉害的东西 很厉害的东西 那那个梅花冠 它是冷 耐日和冷吗 因为这个梅花冠 就是人家的工程来做的 但是越台越古 是越长越厚了 越长越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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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梅花冠来安葬 往生者的人并不多 导致传承度也不高 在这一个时代 梅花冠不仅开始被大众遗忘 就连制作梅花冠这门走意 也开始渐渐失传 纸杂文化在中国可算是传统民间艺术之一 那么纸杂文化流传至今 也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在春秋战国时代 由于古人开始意识到 用佛人来陪葬不予残忍 因此开始以草、木、陶石等用品 来制成生食品和日常用品 也就是现在我们在记住时的纸杂来源 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五条路的 358雅福古纸店 一起来探讨到底纸杂品是怎么做成的 早期的纸杂品有三种意义 第一 贿赂土地神以求他们可以照应已故的新人 第二 取悦鬼魂避免骚扰 第三 让在极乐世界的仙人能过上舒适的生活 纸杂品的由来是以中国人百善效为先的概念为起点 是一种对线人表示尊敬的方式 就有如一般人送礼表达心意 通常制作这些东西会有多少种类 好像车啊 车啊 物质啊 女佣啊 脚车啊 摩托车啊 那么现在有人要求你们做iPad啊 就是比较modern一点 没有 我们没有做的 那个东西全部manufacturer嘛 也是工厂做来的 那么如果人偶呢 有什么类型啊 好像Mac啊 很多类型哦 有那个和尚啊 绑咖利啊 马来人啊 印度人啊 就是要看客户指定的啦 你讲得出 我们尽量去 符合你的要求哦 然后通常做这个这样大的屋子需要多少时间 真的啊 不一定啊 看人手啊 有时候要用到好像 一天多啊 两天这样子哦 两天 两天半这样啊 可是通常啊 要的时候也是刺激的时间 好像你现在打来的 我们有那个duration是5天嘛 通常人家属是放5天还是3天嘛 所以假如大的屋子的话 通常是5天还是7天哦 可是最ordinary的 最普通的啊 就是他们会放5天 5天吧 然后7天是比较有钱的人哦 所以5天的话 这个东西是 before他做那个功德的时候的 最后一碗嘛 所以你有4碗 所以我们第三天要到了的这个东西 假如你们在这个时间里面 你们是多少人手费能感 假如start from scratch 是没有东西的话 很extricable 最少要抓这个人啊 不要讲那个连胡子的人啊 那个要 最少要两个三个 要tubo的啊 能抓的哦 好像老板哦 和他投手 投手之戏今天 哦 原来 然后你做这个有几久啊 只是来帮忙 还是已经开始做了 这个是不久了 七八年了啊 七八年 这是接手家里的生意 这个 不知道能不能接很难做 不过这个也算是家族遗传下来的生意啦 就是我爸爸的哦 就他 哦 他开始做的 他开始做的 从师傅 这样子学这些 就做到现在又做很多年了 有大概几年了 看最少三四十年了 八十多年到现在 嗯 那么 那么制作这些东西 需要的基本材料有什么 都是人工的 还是 通常都是 人工的 人工的 全部是pre-made 这个全部都是print来的 然后 然后 其他的 东西要自己去抓 现在人家要 好像 要快啊 他注重是 quantity 不是 quality嘛 所以 里面的东西啊 里面的 那个 decoration 全部他们是pre-print了的 所以 他就 放进去了 整个东西就是这样子放 就是这样嘛 但是我们都不一样 我们还要一个一个去 做起来 造型 然后 那个 好像福建人 潮州人 他们有要求不同的那个 pattern的吗 工的不同罢了 屋子还是同的 啊 那么骰工 麻烦啊 不一样骰工 不一样的一套嘛 对吗 那么通常如果是这样大的屋子 价格是多少 OK 然后 那个 我不大清楚啊 你看啊 一不一定的嘛 有时候 那个棺材店已经 fix 了 certain的价钱 那么 就讲 大概 这个行业 在冰城多人做吗 五千喔 才有门 整个冰城时有不见 啊 所以 没有 competition 所以需要花的时间很多是吗 很多啦 沒有 public holiday 在众多的纸杂品中 纸杂人偶可算是最常见的祭品之一 主要用于在法事时作为死者的替身 制作纸杂人偶需要的材料有 制制浆糊 竹子 豹子和各种颜色籽 首先 师傅会把豹子贴在 已用竹子编好的人偶骨架上 接着 师傅会先制作人偶的鞋子 他先在黑纸上剪出一个U型 再把黑色的U型纸条黏在白纸上 并缝合纸的两边 现在 师傅把两张长方形的颜色纸 围在人偶骨架的下半部的左右两边 作为人偶的裤子 至于衣服 他却用另外两张颜色纸 贴在人偶骨架的前后两边 师傅也用颜色纸卷成了圆柱形 并将圆柱形对折后 贴在人偶身体的两边 成了人偶的手臂 之后 师傅将以制作好的人偶头部 套在骨架上 同时 用抱纸把空心头颅填满 并用黑纸围起作为头发 师傅也会用颜色纸 黏在头部和身体的衔接处 以固定头部的位置 接着 再用剪成虚线条的颜色纸 作为刘海和发带 装饰人偶的头部 好让人偶看起来更逼真 接着 师傅也会为人偶的领口 贴上白纸作为他的衣领 也会在衣服上贴上一些颜色 较为鲜艳的纸条 师傅也用机器 把两条细纸条 压平成鞭纸的形状 再把鞭纸贴在人偶的后脑位置 最后 把打印好的手掌模型 放入人偶的手臂处 人偶就成型了 成型后的人偶 还需要用一张纸 蒙住眼睛的部分 根据师傅说 如果没把人偶的眼睛蒙上 那么其他的灵体 就很可能会附胜在这一个人偶上 群文探古 让我们对棺材和纸杂品 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死亡是人生中必经的最后一个阶段 所以对宜宾专业 我们无需感到抗拒 或者是认为它是一个不吉利的行业 因为人虽实 但是我们的心依然是相通的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雪希 我们下一期再会 下一集的《询文探古》 将会带大家到 位于牛肝东街的观音亭 自古以来 庙宇与华人传统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 而《询文探古》将会带大家了解 庙宇在华人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除此之外 《询文探古》还会带大家探讨 牛肝东观音亭的历史以及建筑特征 请大家继续留守《询文探古》 让我们在下一集继续寻找文化探索广集 我们下集见 《询文探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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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询文探古》